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旧想做个祸头军 斗到石春的头顶 却原来想的天真想的天真 你疯了火衰你抹了黄纹 谁叫你把一根一根烧火棍 耍了个八面威风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活得个万字千红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活了个万字千红 哎呀你想太多了 什么把我给得罪了 我们是在找孩子 不是上战场打仗 一堆人来干什么 大家分头去找啊 知道吗 杨元帅 杨元帅 我奶奶让我帮你们来找孩子 杨元帅 我奶奶她也说了 不就是找个孩子吗 杨元帅这么大的本领 连烧火棍都不用 还有你们干什么 可是我却说了 那不行啊 杨元帅领了圣旨 就等于我孟小宝也领了圣旨 我怎么能不尽心竭力呢 所以啊 我就把我们孟府 两位最得力的将领带来了 嗯 好 很好 看来你们对本元帅忠心耿耿 我们可是拿着国家俸炉的 要为国家尽忠 这是应该的 杨元帅 我也不会说漂亮话 也不会拍马屁 反正我奶奶说了 到了这里一切都听你的 元帅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来都来了 这一百多斤哪 就交给你了 你看这碗吗 哎 你这一百多斤我可不敢要 那可是你奶奶的心头肉啊 杨元帅 我奶奶的心哪有那么大 无心头肉就一百多斤啊 奇怪 我还没有说过 排风 别找了 我们在这等候多时了 桂英婶婶 您来了 既然您来了 就您来指挥吧 我可不敢抢你的位子 再说 这也不什么好差事 人都来齐了 你就发号施令吧 您看您看 别这么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就少来这一套 你羊排风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 人都来齐了 说吧 怎么办 其实我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我们要找到 一胖一兽两个人 并从他们口中闷出实情 小宝二牛 你们都见过他 好伴 小宝啊 你向东 二牛往西 我往南 归宁婶婶 你没有见过他 就居中支援来接应我们 我估计 这幕后还有指使者 我们必须警方 杀人灭口 是 那两个笨蛋武士 还没有回来 回娘娘 还没呢 菜爹菜鹅 你们俩给我好好盯着 一有什么动静 马上向我禀报 是 庞妃娘娘 杀两个人 并不想到街上去买两个馒头 那么容易 再说 谁杀了谁还不知道呢 胡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什么话到你嘴里 怎么都变味儿了 你就是想成行跟我作对 你是不是想看我倒霉啊你 你是我的主子 我当然希望您能平安健康 您别老是今天想杀这个 明天想除那个的 何必呢 头顶三尺有神明呢 你要再胡说八道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娘娘别生气啊 气坏了身体 可是您自己的事 我看您 也活得怪不容易的 有什么办法呢 您不除这个 不杀那个 您就站不稳了 您就要被这个除 被那个杀了 哎呀 还是彩蝶 跟我贴心呢 是啊 我是谁呢 我是您的贴身仆人啊 贴身仆人不贴心 怎么能贴身 娘娘您说是吗 采迪啊 我没白疼你啊 皇上驾到 臣妾恭迎皇上 好好好 都在啊都在就好 奉茶 皇上太子找到没有啊 没有啊 哪那么容易找到的 皇上请用茶 啊 这个丫头朕见过吗 皇上她呀叫采迪 已经进宫一段日子了 皇上肯定见过 是吗 只不过是没注意罢了 见过能不记得吗 行了你们下去吧 是 皇上太子还没有找到啊 皇上好像不是很着急嘛 怎么能不着急呢 光着急有什么用呢 太子没有了 以子并肩王也就没有了 皇上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你不要紧张 朕不是说你和朕的孩子 也没有了 朕是说 这两个孩子 不是一道圣旨封赏的吗 太子没有了 那你的孩子和谁以子并肩呢 这么说 这道圣旨自然也没用了 皇上 太子啊一定能找到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太子找不到了 那另立太子 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说得对说得对 那姨子并肩王还是没有了 皇上 我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啊 只要有一句你听明白就行了 那哪一句呀 没了太子 也就没了姨子并肩王 这句听明白了 可是 没有可是 杨牌锋在找 杨牌锋找不着 那谁都找不着了 朕已经交代了杨牌锋 要彻底地清查 根叶之脉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朕到底要看看这棵歪脖子树 有多深的根 皇上 您就这么相信 一个烧火的丫头 她有那么大的能耐 还能把根叶之脉的全都挖出来 皇上 你也太器重她了吧 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还能有谁比杨牌锋更能信任呢 但当然你能替朕找到太子就更好了 不过你是庞妃 你怎么能在外头抛头露面呢 没办法呀 朕跟皇后商量了 如果还是找不到 那皇上就和皇后再接再厉 升他个七八十来个 丢一个厉一个 再丢一个就再厉一个 不管怎么样 总得让你和朕的孩子 做个一字并肩王吧 做皇上得公平啊 那皇后怎么说 皇后说别捞这个神了 庞妃那不是摆着一个吗 就立他了 免得以后麻烦 朕当时很生气啊 这个玩笑怎么可以开呢 这话要传出去 把朕和庞妃的孩子也丢了 怎么了得呀 朕啊你的儿子没丢吧 没有没有 咱们的儿子好着呢 那就好那就好 没丢就好 那朕就回去了 好好在宫里待着 看好一字并肩王 别出什么麻烦 朕要走了 嗯 不能 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 这养白风 已经是非杀不可了 要是到时候 他真把什么根也之脉 连同歪脖子树的老根 全都挖出来 那我们 就死无整身之地了 歇歇歇歇会儿 我不行了 歇会儿歇会儿 我实在是跑 跑不动了 太累了 我 我得歇会儿啊 是得歇会儿了 你说这孩子怎么变成 半篮子砖头了 就是啊 我孩子问这事呢 这事也太离奇了 是啊 真是太离奇了 这孩子怎么变成砖头了呢 是那两个人吗 应该是吧 我问问他 别杀做了人 对 别滥杀无辜 嗯 别滥杀无辜 你们两个就是提着篮子 出宫的人吗 他好像就是 送咱们出后门的 那两个人是吧 你们可来了 快帮我们找找孩子吧 来了就好啊你们 帮帮我们找找孩子 麻烦你们了 这是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是 庞飞娘娘的命令 杀了你们 还有一个 追 大哥 大哥 别杀我 别杀我 求求你了 饶了我吧 大哥 我这儿有炎炸 大哥 我求求你 别杀我 有炎炸 林子 开开 大哥 求求你 别杀我 求求你 大哥 求求你 大哥 别杀我 求求你 求求你 别杀我 放了我吧 跟着哥哥学 天天会有长进的 你进步得太快了 走 你看 胖子 你不能死啊 你还没告诉我 那孩子为什么变砖头啊 哎 你说话呀 谁杀你的 啊 谁杀你的 哎 哎 喂 这下没希望喽 哎 上下你 那边有人 哎 哎 少爷 你看 好 少爷 叫将军那小子也过去了 真是傻油人傻夫啊 这个小子也发现了 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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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是谁 你醒醒啊 你还没说完呢 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 醒醒啊 你这么使劲干什么 好人让你给弄死了 你看 死了吗 二牛 你小子想把责任全都赖到我头上是不是 他这个样子像是个活人吗 要不是我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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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摇醒 你一句话都问不到 那线索就断了 怎么样 弄死了吗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就有机会 现在怎么样啊 你 你 你 行行行行行 好 好啊 就算我把他给摇死了 你怎么着吧 怎么着 得想个办法怎么着 这不完了吗 你不还是得想办法吗 好啊 你来想个办法吧 我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是不是 你想不出没关系 我来想啊 哎 我最擅长的不就是想招对不对啊 我想招呢 你只需要乖乖的跟着我就行了 咱哥俩谁跟谁啊 有好事我得带着你啊对呗 不不不不不 喂二牛 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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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你的头 二牛 哎呀饿 师父 都这么长时间了 就 就给一点点水 我饿得快没气了 你说 你说这饿吧 咱们原来也不是没爱过饿 怎么这次就饿得这么厉害呀 平时咱们再怎么饿 总能找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好歹添一添肚子 这回这么干饿着 能给我一块啃啃 能有点东西啃 嗯 住嘴 不能再往下说了 嗯 那粥 清水粥 对 是不见一粒米的那种 也不能说啊 不行 那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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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喝的 不是吃的 喝的也不行 李子 我跟你说 你呀 把眼睛闭上睡一会儿 嗯 睡着了 你就不饿了 嗯 锐巴 嗯 饿着肚子 怎么能睡着啊 嗯 要是睡着 那也是饿晕过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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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俩小叫花子 身上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哎呀 我们可不做亏本的生意 既然他们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 换我们的饭吃 那就让他们饿着 哎 眼看着就会饿死他 还称死的是命 饿死的也是命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你明白了吗 哎 其实那小妞儿 哎 小心庄主打断你的腿 哎 他那是啊 饱汉不知恶汉机 这男女之事也是称的称死 哎 哎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走走走 哎 哎 李子 嗯 你听到他们讲话没有啊 听 听到了 他们说 只要你能让他们摸摸 我 我 我宁可饿死 也不能 让他们来摸我 嗯 那好吧 我就陪着师父饿死吧 谁叫 我是师父的徒弟呢 哎 哎 好饿呀 我真的快饿死了 哎 李子 哎 李子 你少说点话啊 省点力气 哎 哎 你给师父 靠着点 师父 真的快饿死了 嗯 给你 要这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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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动啊 你还是赶快出面吧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要是我死了 我要你做垫背的 哼 我说了 该出面的时候 我自然会出面的 你急什么急啊 你不知道 今天皇上到我那里 说了一番话 分明就是暗里藏刀 暗藏杀鸡 你要是听到了 也会胆战心惊的 我不要听 也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从第一天起 我就等着现在的这一天 这一天到了 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吗 我也不想放弃啊 可是现在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庞碑娘娘 你在哪儿啊 那俩家伙来了 我先避避 庞碑娘娘 哎 庞碑娘娘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不就是杀一个胖子吗 和一个兽子 那个小女子呢 那还没有 那也一个一个来 那好 下一个就轮到那个小女子 快去 庞碑娘娘 你是不是先轮着扶我们一点 对对对 这个先拿着 其余个再说 是不是少了一点啊 怎能多给一点 去不去啊 不去我就换人了 去去去 当然得去 我们也没说不去啊 其实 那还不快走 走 是 对 您您看见一个人的吗 怎么会没有呢 是啊 好好看看 我真讨厌你现在偷鸡摸狗的样子 到这么大光明的那一天 你会为我骄傲的 是不是啊 咱们不管她是不是 男人和女人 我是分得清她 就是 你说是谁啊 没看清 要不靠近点 别去 这女人跟谁偷情 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只管赚咱们自己的银子 不能这么说 咱们要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手中就多了一张王牌 要是有人想知道这个女人和谁偷情 咱们可以卖出个高价去 你简直比唐妃还聪明啊 我 比皇上都聪明 我看也是 你看 你看 得 银子飞了 没关系 知道这事就好 以后咱们多留点人 会知道她是谁的 好吧 跟我走 师父 刚才那人也真是的 她也不会轻点 弄得我屁股 都要疼死了 行了 人家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咱们能从牢里出来 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你就别再埋怨了啊 栗子 你看地上 你包东西是什么呀 你等着 我过去看看啊 快去吧 快 快打开看看这是什么 馒头 馒头 你先别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还是杨排风办事不力 要不找个孩子怎么这么难呢 本来以为 找到那个胖子和瘦子 就能找到孩子的下落 这下可好了 让人抢先一步 杀人灭口 这一下 到哪儿去找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 人家总能走在杨排风的前面 我觉得 这里面大有文章 就是 很难说杨排风 是不是和他们一会儿的 杨家将功高盖主 说不定啊 就有取而代之的企图 呸 都给我闭住腿 我的皇儿 你不能老是这样 晕过来醒了 醒了又晕过去 老子们晕着玩吧 我自己想晕吗 我都晕成这个样子了 皇上还这样说我 怎么就不说杨排风找孩子 是找着玩 那你就应该跟朕一块想办法 你站起来 我想站 我站得起来吗 我 江孟二将已经出去找了 天部府的女将也出动了 打天下也不过如此 那找孩子是凭这个吗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良心 凭感情 凭道德 你真看还有第四 杨排风还凭本事 朕就是这么看的 本事 他有什么本事 他那点本事 就是运气好罢了 他要是真有什么本事的话 国库银两的事 他早就查出来了 国库银两的事 他正在努力地查 现在还得帮着找孩子 已经不错了 我知道 杨排风在你的眼里 那可就是观世音菩萨 把家拖塔李天王了 他不就是一个 会点武功的烧火丫头吗 当然 在你们男人眼里 还有那么点姿色 还有心思说这话 看来伤心和范云都是假的 禀皇上 庞妃娘娘求见 不见不见 怎么着 来看笑话了 幸灾乐祸了 想离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了 不见 我看就是这女人耍的花招 你们怎么这么不冷静啊 叫他进来 遵旨 是啊 他不伤心 他不难过 他高兴着呢 我看你呀 你和他都高兴着呢 你们要的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住口 好 臣妾给皇上娘娘请安 国舅爷也在呀 免礼吧 皇上 娘娘 臣妾昨天晚上因为太子的事 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 想半夜过来看看 又怕打搅皇上和娘娘休息 这不天一亮臣妾就赶快过来问问 皇上 太子找到了没有啊 没有 娘娘 您别着急 这太子啊 是福大命大之人 不会有事的 福再大命再大 她也不过是一个百天的孩子 能大得过想害死她的人吗 我的皇儿 我的苦不命的皇儿 娘娘 不是还有那个羊排风在找吗 虽然她只是个烧火丫头 可是啊 她到底还是有一些本事啊 何况皇上又是那么器重她 她一定不会怠慢这件事情的 庞妃娘娘 我妹妹气上加急 您就别说刺激她的话了 国舅爷 我只想让娘娘放宽心 想让娘娘知道 羊排风一定不会怠慢这件事情的 我现在也只能指望这个烧火丫头了 尽管我知道指望不上 可我也没什么可指望的人了 娘娘 事已如此 您着急也没有用啊 还是身子骨要紧啊 有一句话不是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受吗 我的身子骨要什么紧 不是有些人不要我的身子骨了吗 青山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谈什么青山呢 人家已经描上好几座青山了 就是太子不见了 青山就倒了 庞妃你歇上去吧 她是气糊涂了 糊涂了说糊涂话 皇上 不行 让臣妾带些人出宫去找太子吧 早一天找到太子 也可以早一天 让皇上和娘娘多安心啊 我知道庞妃娘娘的意思 过舅爷这话说得可不明白 我哪有别的意思啊 皇上 还是派我去吧 您的孩子是我的外甥啊 不需要 现在不需要 等需要了朕找你 就这么定了 臣妾遵旨 皇上 还是让杨排风收兵吧 亲舅舅去找亲外甥 这样更可靠些 算了吧 别给朕这添乱了 遵旨 师父 师父 我抓到了一只鸡 你抓的鸡还挺肥的 那当然了 这点活有点不好干 鸡由你来杀 我来营火 不不不 这鸡还是你来杀 这营火的活还是我来干 你好歹也是个男人是不是啊 鸡你来杀你来杀 好好好 我杀鸡我杀鸡 去吧 哎 李子 你说这活以前我师父也没教过我 我以前还想学来着 可是我师父跟我说了 这些都是小叫花子干的事 咱不学这没出息的玩意儿 你师父有没有教过你杀鸡啊 没有 我师父还说过了 像这种杀鸡杀猪杀牛带血腥的玩意儿 咱做小偷的可不能粘 粘了要坏手气的 那做小偷的能粘点什么呀 当然是金子银子珠宝 还有那些拿到手里就能吃的东西了 师父 咱们当小偷还蛮讲究的嘛 那是 你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当小偷啊 做小偷的得讲究一个悟性 还有天分 不能像做小叫花子一样 什么人都能做啊 师父 我在牢里迷迷糊糊听见 有人管咱俩叫小叫花子呢 就是 我也听见了 当时真是给我气坏了 真想找他们理论理论 可是你想想 咱们都快饿婚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哼 我以后找机会 非得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咱们虽然是小偷 怎么能够管咱们叫小叫花子呢 就是 我师父可说了 这小偷啊 还分三六九等 你说这小小偷 他可是什么东西都偷 什么破烂衣衫啊 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恶心 绝对恶心 对 你说这个小小偷 他可是什么人家的东西都偷 偷到别人投河 上吊 还喝卤水 你说可恨不可恨 可恨 绝对可恨 所以我师父说了 做小偷的 可千万不能做小小偷 那咱们就做个大小偷 大小偷也不行 你想想啊 这大小偷吧 也不是说想当就能当的 再说了 他一偷啊 就偷一个什么城镇 一个朝廷 你想想啊 咱们既没有地位 也没有这种野心啊 再说 这种大小偷害人可不浅 死了 得下十八层地狱 所以 咱们不能只顾眼前 总得想想以后吧 所以我师父说了 咱们做小偷的 就做那种中不溜的就行了 做中不溜小偷可以 可是做中不溜小偷 也想吃这只鸡啊 说得也是啊 哎 李子 咱们来弄这只烧鸡 喂 是不是要人帮忙啊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啊 我们路过 看见你们需要帮忙 就过来了 帮什么忙 帮你们一火烧鸡啊 对啊对啊 帮 师父 师父 他们 就是小叫花子 他们会这些 没出息的玩意儿 你傻呀 又穿得这么漂亮的 小叫花子吗 叫花头啊 你没见 他们穿得漂亮 人也漂亮啊 哎呀 行了 我最讨厌你这种 色眯眯的样子 看看看 看什么呀 我随便看看嘛 要不让他们试试 我就知道 你稳不住心了 让他们试试 试什么 一只鸡有几条腿 两条 他们一人试走一只 那我们吃什么呀 鸡肠鸡路加鸡毛 正是的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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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活呢 还是我们自己干吧 就不劳烦二位了 这人嘛 总会有些难处的 你说这人活在世上 要是没有难处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啊 你说实话 是不是怕我们吃你的鸡啊 哎呀 你放心 我们只是想帮忙 不想吃鸡 对对对 谁先吃鸡啊 我们都吃腻了 是啊 吃得撑死了 不想吃了 师父师父 过来 你说这个 要不然就让他们试试吧 你说这人活世上 没难处 当然没劲 可是咱们眼看着那只 没法吃进嘴里的鸡 那不更没劲吗 说得也是呢 要不然就让他们试试吧 既然你们连鸡都吃腻了 那行 这事就让你们试试 不过 我可把话说到前面 你们就管引火杀鸡 这吃鸡的活我们自己干 行 你们吃鸡 我们烧火 孩儿谁家都有 人人自渴将心抵心 父母失去孩儿 惶惶不可终日 火帅府扬排风 火帅府贴出的告示 找孩子 人听说有孩子不见了 找他找孩子 谁的孩子 谁的孩子啊 这是 小姐 你看 你说 你孩子和杨排风什么关系 我猜不着 按说那个杨排风 应该还没有嫁人吧 一个烧火丫头 可能没干什么好事 我们去看看吧 走 启禀皇上 这是杨排风杨元帅贴出的告示 满城都是啊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满城都知道了 你以为朕猜不透吗 这告示不可能是杨排风写的 她一个没嫁人的年轻女子 怎么能把找孩子的事情 张扬得天下皆知呢 她就不顾忌自己的名声吗 皇上明察秋好 臣实在不敢相瞒 只是这满朝文武都已经知道 太子丢失的消息 陈空消息进一步走漏 引起天下打乱 所以思前想后出此下策 这也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嘛 就让天下人误以为是杨排风丢了孩子吧 如此一来确实可以缓解危机 只是杨排风就会被弄得焦头烂额 有黄命在身 杨排风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也会尽心竭力的 这一点是杨家将的遗贯作风 你这就给朕办点事 皇上要奴才办什么事 好 好 皇上 您这一手比宰相大人的更 奴才的意思是比宰相大人更高 皇上 皇上放心 奴才一定尽力办好这件事 快去吧 遵旨 就我们出来的 会不会是这两个人啊 不会不会的 肯定是一个人 不可能是两个人 那是因为你饿晕了 才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的 我再怎么饿晕 我也肯定是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 也不可能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吧 不信你就再厄晕一次试试看 你说什么呢你啊 有你怎么跟师父说话的吗 你翅膀长硬了是吧 不会不会师父 我这不是向你请教厄晕的问题吗 有这么请教的吗 我已经下了结论了 你还跟我争 争也算请教吗 真是没规矩 好了好了师父 就算是两个人吧 别生气啊 这才向徒弟说的话 师父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问问看 师父啊 你说我为什么饿的时候困 这不饿的时候也困呢 这个问题师父我也在琢磨 师父 那你就得好好地琢磨琢磨 琢磨出一个道理来 就讲给徒弟听 徒弟要歇会儿了 谁叫你是师父呢 你就辛苦点吧 起来起来起来 这里离山庄太近 万一咱们被抓住了 不又得关进去了吗 嗨 不都一样吗 在里边也是睡 在这儿也是睡 没准关进去呢 还能让那两个女的救出来 咱再吃一次鸡 你说的也是啊 你说咱们做小偷的死都不怕 还怕吃鸡吗 对啊 师父也得休息休息了 让让让让让让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看就知道了 杨排风的孩子不见了 就是杨排风在找私生子呢 是啊 这杨排风还没成亲呢 怎么就有孩子了呢 就是啊 没成亲有孩子 这有什么奇怪呀 这有什么不奇怪的 这有什么奇怪呀 天底下的私生子多的是 难道你们没见过吗 这怎么找得着啊 大海捞针嘛 那你别这么说呀 说不定就有人把自己的孩子 抱到火帅府去 他不会吧 你们想 孩子进了火帅府 那有多好啊 有好吃的 有穿的 长大了 还能弄个一官半职的 等他当了官 他爹再把他认回去 那他爹不也跟着他享福了吗 这杨排风他能不认自己的孩子啊 谁大呀 一百多天的孩子嘛 谁能认得出来呢 哎 我就有一个呀 这么大的儿子 我就去 我里一定有一个 你看 来 来 哎呀 你这个老婆娘 哪天不能睡懒觉啊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偏偏今天睡懒觉 知道消息晚了吧 恐怕呀 现在火帅府 小心 已经排着长队了 我们认错吧 哎呀 哎 你说 这事能行吗 怎么不行 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怎么都行 杨排风可是练武的人哪 听说练武可苦了 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我担心咱们孩子受不了 吃也吃了 睡也睡了 该干活了 哎 哎 师父啊 吃饱了 睡觉的感觉可真好啊 没错 没错 感觉真好 不过 我觉得有活干的感觉更好 咱们做小偷的 得有点敬烈精神啊 就是就是 天上怎么能掉下来馅饼呢 走 师父 干活去 哎 李子 这次一定盯准喽 千万别再找个小孩 让师父偷了 师父啊 上回那木箱嘛 你不都看清楚了吗 还说了那么多 让我长见识的话 师父啊 师父啊 不也是在吸取教训吗 事实告诉我 李子的话 不可信 哎 师父 你这叫吸取教训吗 行啦 快走吧 好 죠uff 来来来来 んだ well 来了啊 咱们啊 tendency tonly 过来梁啦 来来来 来指掌 来给梁啦 来然后玉楼啦 来来咱们 野草 易爹 走 裁风 外面那些人干吗呢 全都抱着孩子 去的方向 好像都是咱们伙帅府 我也觉得奇怪 等会儿喝完茶 我们再去看看 我是客官 客官 是您要点什么呀 要一壶茶 来点花生 好嘞 老板 我问你 这外面乱哄哄的 干什么呢 这火帅府贴满了告示了 说是要找一个 一百来天的那孩子 我这个人那得好看热闹 您瞧这满店生意挺好 我走不开 火帅府丢了孩子 谁打 听说是杨元帅杨排风的 杨排风 不是个姑娘家吗 就是啊 那岂不就是个私生子吗 大家都这么说呀 那些人抱着孩子 就是想让这杨元帅 把他给扔了起来 你看看 我这 我不去看看 我这心里多难受啊 你说这种机会多难得 多可惜啊 还有 还有 要不是去看看 你说这可多难 三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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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什么呀 在哪儿 写的什么呀 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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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没见过 没见过 来 来 这种孩子 来 昨天的小孩 这种 这种 没成事 来 来 这个 没听说 我又 这是私生子了 是 这是看我车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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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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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孩子过去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这种事情啊 哎 排风 你看 看什么呀 看什么呀 哎 就是咱们在山上 帮着引火的那两个小偷 哎 怎么偷上焦强军了 不就是偷一点银子嘛 管他呢 我现在哪有时间 管这种破事啊 我要走了 哎哎哎 你 你眼看着焦将军 破财不管吗 他还是你的哥们呢 你傻呀 你没看见这些人哪 这些人全都在看我的笑话 别急二牛 不但不为我辩解 还在那里跟他们看热闹 真是气死我了 我才俩能理他呢 好了 走了走了 大厨 干什么呀 你抓紧我的手干什么呀 你抓紧我的手干什么呀 我游戏 你放给我吃过 放开我 敢偷我的东西 我吃了抱起了 谁说我放开 行不行老大 你哪劲啊 你看我放给我吃过 放开我 你放我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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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快点啊 放开我 放开我了 你怎么也要吃人呢 你怎么吃人呢 你怎么吃人呢 没事吧 你这个傻大哥怎么回事啊 有有这么对待姑娘的吗 给人家手都弄断了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真是太不想坏了 哼 师傅你没事吧 就是一名是 wives 不能真的是张茹姐们的手 刮看呀 你就怎么怎么办呢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一天您的前山 死人罹着快点 谁要别做的 别说的 criticize 谁要狐做老婆 不就是手弄断的 你怎么验 aument的 这个老伴的 就是 你想的嘛 这就要再让我闲逆 回来 干啥 小兵 姑娘你不走啊 新人哪 太阳是人家不能走啊 男主犯罢了 我怎么能几个一个小女子呢 这姑娘真是有事啊 我抓小偷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离我远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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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快走 我走 你们两个过来 以后看见这两个小偷 不管干什么 都给我抓过来 是 看看去看看去 这儿子清楚啊 这写的什么有人 找孩子 找孩子了 找孩子了 怎么这么多人看告示啊 不知道啊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告示里的词我都不懂 怎么会是我替的嘛 可人家才不管这么多呢 人人都希望这事是真的 什么这是那事的 你就明说 希望什么事是真的 就好了 人家是不想说白了 刺激你吗 非要让我明说 那我就明说好了 不就是说那要找的孩子 是你的私生子吗 我还没嫁人呢 这话传的满天下都知道了 我还怎么找丈夫啊 喂 小生娘啊 你还怕听见的人太少啊 小生娘啊 我们现在就回火帅府去 恐怕不合适 那些送孩子的一定把门槛都给踩烂了 对啊 排风 你这回可真是有家不能回了呢 你说你说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我哪知道你又得罪谁了呢 祖奶奶答应了 你做我的老婆 你祖奶奶答应了 可是我没有答应啊 哎哎哎哎 请问一下 这些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不就是那么回事啊 那杨排风不是贴出告示找孩子吗 这不我们就把他的孩子抱来了 你说这些都是杨排风的孩子 封杨排风为太子的义母 加封护国太子太保 马上就去 既然丢的是太子 那就不会再丢娘娘和皇上的孩子 依你这么说 太子失踪是我们母子使得坏了 公司 都是给杨排风送私生子的 杨排风 有这么多私生子吗 哎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吧 一个两个倒是有可能 这么多 不可能 呀 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吗 杨排风皆知 杨排风皆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残阳落下山的背后 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井外 挖上前头 接种 光是一盷地的 太子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由自在的飞 不过相望 恨过快过 女儿心事 有甜有烈的梦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